首先我们先举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句话 比方说这句话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I like this movie very much 就是说我不管它什么意思吧 就是说现在有这样一句话 那有这样一句话出来之后啊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不是说 我要把这句话转换成跟图像类似的一种格式 也转换成一种矩阵的格式吧 我们来看 首先呢这句话里边它是有一些单词组成的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共是七个单词在算上这样一个标点符号 一共啊咱们现在有七个单词 所以说现在咱们要做一个举证啊 它的一个行数是等于几呢 行数啊可以让它等于七来进行表示 因为呢我有七个不同的一个字符的 然后呢对于列对于列来说啊 就是说每一个单词它可以用一些 就是说用什么样的一个数值来表示着这样一个单词吧 比方说用这个I I它是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啊它计算机是不认识的 怎么样吧 让这个G字符转换成一种计算机认识的形式呢 我们可以啊把这样一个字符 转换成这样一个数值 或者说转换成这样一种向量的格式 比如说 我现在定义了一个五维的向量 就是说在这呢 我定义了一个D等于五 D等于五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现在可以先 咱们先不说这个向量是怎么样处理的 就是说我先选择出来一种方法 那么我用了这种方法之后呢 我可以把一个单词转换成一个向量 其实呢咱们就可以用神经网络啊 帮咱们去做这样一个事 比如说啊 我现在去做一个字典的库 比方说现在有1234567有7个字符 然后呢 我说我的库里啊 一共就是有7个字符的 然后这个字符初被出现 它是用0和1来进行表示 也是可以的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加上神经网络其中的一个层 把我们这样一个单词啊 转换成一种五维的格式 或者说呢 我们用一种word to vector的形式啊 也可以进行一个维度的转换 咱们现在啊 就是说啊 假设要说 我有一种方法 可以呢 把我一个单词转换成一个向量 比如说就转换成了这样一个五维的向量 对于每一个单词啊 我都要把这样一个单词转换成一个向量 那现在我是不是说 原始啊 我有比方说我取了7个单词 然后呢 把每个单词都转换成了一个五维的向量 现在啊 我都得到了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的大小呢 它是7乘5的 一个矩阵啊 大小是7乘5的 我们来看 它有channel在说吗 对于一个图像来说 我们它是有一个颜色通道的 但是呢 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个文本数据来说啊 它就是没有这个颜色通道了 所以说啊 它就好像相当于是一个彩色图的 它的一个矩阵大小啊 就是一个7乘5再乘以1的 那么扭了这样一个矩阵之后啊 是不是说 好像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卷积的操作吧 但是呢 咱们想一想 对于原始图像上来说 我进行一个卷积操作啊 是说 我在这样一个区域啊 就是说 我选了这样一个小区域 然后呢 找一下这样的小区域啊 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啊 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值 能够代表这样一个小区域 然后呢 我又接着玩巧去找一个小区域 一个小区域的去找 这些小区域啊 都是有意义的吧 它都是表示着 当前图像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区域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7乘5的一个矩阵来说 我想选择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已经定好了 接下来是不是说 我想选择一个小窗口 或者说 我想选择一个filter啊 这个filter是有长也有宽的 我想选一下 在这个矩阵上 我用什么样的 用多大小的一个filter 进行一次这样的卷积吧 那我们来想一想 现在我们是对一个文本数据进行处理的 这个文本数据呢 一行代表一个单词 第二行呢 又代表第二个单词 首先来说 咱们说啊 就是说 先看这个filter的一个长度吧 对于这个filter的一个长度来说啊 是不是说 我一次我最少得卷积到一个单词啊 比如说我们卷积 我们看 在这里 假设说 我让它卷积这样一个小区 那么这样一个小区啊 它就是说 对于第一个单词的一个一部分 那这个一部分 好像来说 它也没有当成是一个单词吧 对于这样一部分来说 我们对它卷积有意义吗 它只是巴尔达科基的一个单词啊 不是一个 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单词都不是 那它提出来的东西 好像来说意义不是那么明显吧 所以说呢 在咱们选这个filter的时候啊 我们要以一个单词为单位 比方说 我可以指定一个 一乘一五的一个filter 一个一乘五的filter啊 就是说 每次我在进行特征提取的时候啊 我是卷积了这样一个单词啊 然后呢 把它当成 把它卷积成一个特征图 再把它拿出来 那咱们现在想一想 对于一个文本数据来说 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数据 它这个一句话里边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个单词组成的 不见得一个单词就能代表着 咱们当前的一个 不能代表当前 就是说一个单词代表不了 当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吧 那么两个单词能代表这句话吗 三个单词能代表这句话吗 也就是说啊 可以说就是说 我们选择单词数越多 这个单词呢 组成了一个像是小短语式的东西 比方说 我拿出来前四个单词 或者说接下来拿出另外四个单词 把这样一个数据啊 我们说总体的把所有单词拿出来 可能略显得多了一些 但是呢 只拿一个单词又太少了 我们可以啊 比方说我一次拿三个单词 一次拿四个单词 或者说一次拿五个单词出来 通过这样啊 通过这种方式啊 我们做一个滑动窗口出来 我们说呢 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还是比较科学的 比如说我现在不是要设计这个filter吗 我第一次我可以指定三个region 三个region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要进行卷积的时候 我们可以指定两个单词 一进行卷积 或者是三个单词 或者是四个单词 我们首先啊 先把这样一个 每次卷积的 要卷积的一个单词个数指定出来 有两个的 有三个的 也有四个的 为什么咱们不光指定一种呢 比方说我就指定三个单词的 可以说啊 就是说在咱们这个语言的一个整体环游来说啊 两个单词可能表示一层含义 三个单词在一起 可能含义又变了 四个单词呢 可能又变了 光拿三个单词出来啊 可能还不具代表性 所以说呢 为了使得啊 咱们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它的效果是更强大一些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啊 这个region设置成三个 其实呢 这个region也可以设置更多 比方说2345678 如果说你个单词 它是很长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啊 把这个region设置的稍微多一些 现在呢 咱们就想象啊 就不是想象啊 咱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事儿 我们把这个region啊 设置它等于3 然后呢 一个region啊 我们来说一下 如果说region等于2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现在进行了这样一种filter 这个filter呢 它是一个2x5的 一次卷积啊 我会把这样两个单词给拿出来 比方说 这是第一次卷积 把这个i和这个like拿出来了 第二次卷积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like和这个this给它拿出来 我们每次卷积啊 是两个单词 两个单词在进行一个卷积的 那region等于3呢 region等于3就好理解了 咱们是一次拿出来三个单词进行卷积的 region等于4呢 咱们可以一次拿出来四个单词进行卷积的 在这里呢 我们是选择了三种方式 每种呢 是两个单词 或者是三个 或者是四个单词 然后呢 对于这样每一种 每一种卷积的一个大小啊 比方说是一个二乘五的大小 对于每一种大小呢 我们光用一个filter 就是说 我让它这个二乘五大小得到一个特征图 好像略显单薄一些 所以说呢 对于这样每一个region来说啊 我都选了两个filter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比如说这样一个二乘五的 我们用两个filter 然后呢 三乘五的 我也是用两个filter 四乘五的呢 也是用两个filter 那么咱们现在一共有几个filter呢 对于这样一个矩阵啊 比方说就是一个七乘五 再乘以一的一个矩阵 我们是用了二加二 再加上一个二 咱们是一共用了六个filter吧 一共是用六个filter 帮咱们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的一个工作的 咱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这一块是两个filter 比方说这一块是两个filter 这一块也是两个filter 这一块也是两个filter 分别是二乘五 三乘五 还有四乘五的 那么第一次来的呢 就是说啊 对于这样一个区域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卷积的操作吧 进行完卷积操作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特征图 比如说 这是原始的一个区域 我们看 对于这样一个原始区域 我们进行了一次convert的操作 convert完之后呢 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特征图啊 咱们就假设它是一个特征图 然后呢 这是filter一 这是filter二 每一个size呢 它不都是有两个filter吗 咱们得到了特征图一 还有特征图二 那么接下来啊 就是说 我又一共有六个filter吧 所以说 我可以得到六个特征图 我标号 一二三四五六 咱们一共啊 是得到了六个特征图 然后呢 对于这六个特征图来说啊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次max pooling吧 就是说 对这个特征 再进行一个压缩 假设说啊 它现在是由四个小单位组成的 我可以把它呢 压缩成是一个小单位组成的 为什么再给它进行一个压缩呢 因为呢 咱们之后啊 要把所有特征图再拼接在一起 再拼接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希望这个特征图大小别特别大 所以说 现在啊 咱们是又对这个特征图 进行了一个max pooling的一个操作 先让它的一个维度啊 是比较小的 比方说 现在是一个四维的 然后它是一个四个单位的一个特征图 那么经过啊 一次这样卷积之后啊 一次这样直化之后啊 我们让它是一个一个单位 这样一个格来表示一个特征 那对于filter1来说 我给它进行一次直化 它变成了一个单位格 对于filter2来说呢 它也变成了一个单位格 那么它们组合起来呢 它就是两个单位格的一个特征项料 那么这个啊 是对这样一个四乘五 两个四乘五的啊 变成了两个一个单元格的 那两个三乘五的 是不是说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相同的操作啊 还是先把这个特征图 再进行啊 一次max pooling又形成了 这样这样两个单位 这样两个单元的一个特征图 那么对于这样五号和六号呢 咱们还是啊 同样进行这样的操作 咱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特征图 那么现在啊 咱们是不是得到六个小的特征图了 六个小的特征图分别代表着 咱们一个不同单词数量的一个组合 带来的一个特征是多少吧 那最后啊 咱们要进行分类的时候 是不是说嗯 这个size啊 它是等于2的和等于3的 还有等于4的 都是对我最终结果是有用的吧 所以说呢 我现在得到了六个特征图 我可以把这六个小特征图呢 再进行一个组合 进行组合啊 就相当于是一个拼接的操作 我们可以给它拼接在一起 拿到一个比较大的特征图 拿到了这个比较大的特征图之后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说 我对原始的这样一个 七乘五的一个矩阵啊 我就相当于最终 剔出来了这样一个特征图 有了这样一个特征图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这个特征图 来当成是我的一个特征项量 然后呢 拿这个特征项量 去做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了吧 对于咱们现在啊 对于一个垃圾邮件分类的任务来说 我们是要做一个几分类的任务啊 是不是一个二分类的任务啊 就是说相当于是 跟咱们啊 一个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 是差不多的 最后呢 咱们还是要用全连接层啊 比方说 用这样一个全连接层 然后接上这样一个Salt Max 去完成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 跟咱们这样一个传统的 卷积神经网络啊 唯一一点不同的区处在哪啊 咱们原来啊 使用一个图像数据 当成是咱们的一个输入的 现在呢 咱们拿到的是一个自然语言 自然一个语言的数据 首先呢 我们需要啊 把这样一份语言的数据 转换成一种矩阵的形式 然后呢 转换成矩阵形式之后啊 我们稍微设计了一下 就是说啊 用了三种region 每种region呢 有两个filter 来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平常提取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不同的region 不同的filter 提出来特征呢 再组合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再用它 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一个整体的流程 是长什么样子的 一会儿呢 咱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啊 就要一步一步 按照这样一步的操作 来完成这样一个事儿 首先呢 咱们要做一个预处理 怎么样把一个文本数据 转换成一个矩阵的数据 然后呢 要设计一下 咱们的卷积神经网络啊 就是说 这个region和filter 咱们要给它设计出来 把整体的结构设计出来 整体结构设计出来之后呢 最后把特征向量 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那么最后呢 咱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 用卷积神经网络 怎么样做这样一个 自然语言分类的任务 这个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整体的流程 一会儿呢 咱们用tensifflow的时候啊 就按照这样一个流程 一步一步的就给它完成出来